ok 同学们就来看这个二年级数学活动本哦 我们来到这个第92到第93页哦 是不是看这个第三题哦 秀婷把一张材质的五分之一 用来折纸传 0.4用来折纸图 哪个作品用到比较多的纸 那么你就想象比如说这两个是相同的 这一个材质哦那么是很长哦 比如说那么就 然后他用这个五分之一 那么他已经分成相同的这个部分哦 那么这边呢就是他把它分成相同的 这个设个部分哦 所以我们通常有设个部分相同 这个分母是10的话 我们才可以写成这个小数哦 不然的话你要把这个换成 他这个分母换成这个 10哦才可以比较容易写到那个 分数哦 小数 所以呢我们就 看回 这个我们你可以把 这个五分之一涂颜色哦 比如说这个那么就你涂这个 这个是给子传的哦 那么0.4的就是说是个部分你涂四个 所以这边就是1 2 3 4个 所以如果我们以面积来看的话呢 这个是比较 啊大一点啊 那比较大就是说比较多的意思哦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讲 子兔肯定是比较 啊多的用的子哦 所以呢我们就 讲这个子兔用到比较多的子哦 所以这边就是他有两个可以给你选择 一个是叫子传 一个是叫子兔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讲 呃子兔哦 所以这个兔你不要写成这个免哦 避免的免哦 这个是兔子的兔哦 OK 再去我们看这个 第四题哦 那么City把 水倒进一个桶里 所以他每次倒的水占桶 容量的0.2 他必须要倒多少次水才能把桶盛满哦 所以看到这边 0到1就代表 啊没有水到满为止哦 那么满就是1哦 然后这边 啊他用这个我们讲小杯哦 他每次倒就是占了这个容量的0.2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 你可以在这个数目线这边哦 那么就是这样哦 这个是算起来是我们讲他的 第一次哦 倒的时候哦 那么这个还是去0.2哦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 第二次 然后这个是呃第三次哦 那么这个是第四次 然后这边就是第五次哦 所以我们只是看这个 箭头的这个数量就可以了哦 所以这边我们是写五次哦 ok 下去我们看这个 啊第九十三页哦 所以啊 可以像的写出图和部分代表的分数哦 所以例子给了你哦 那么这个两个相同的部分 啊 分母就是2哦 那么分子就是1哦 所以看到这个 啊月饼哦 那么也是分成四个部分 所以他的分母是4哦 然后这边是1 一片两片哦 所以就是2哦 然后这边我们就是你看他图了两个哦 所以分母就是把整个算完好 所以我们从这个好像始终十二点这样算哦 所以就12345哦 所以这边是5哦 ok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整个图 123456哦 然后图黑的是一个哦 那么1234567哦 所以7 那么这边图了是6个哦 因为剩下一个没有图罢了哦 所以这边12345678 910哦 所以十个部分 那么没有图三个 所以代表这边是7个哦 所以1234567哦 所以十分之7哦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图黑的罢了哦 所以你可以比如说这一题啊 你看到这个我们讲圆形哦 可以分成很多平均的部分哦 比如说现在这个分成五个部分 可以分成六个部分 分成七个部分 甚至分成十个部分都可以哦 那比较容易看是这个十分之七 就可以把它换成小数哦 0.7哦 ok这个是额外在通知你哦 所以我们看这个B项了哦 ok圈出比较大的啊数字哦 所以我们讲啊第一第二第三题呢 他的这个分值完全是一样哦 是我们讲是1哦 所以当这个分值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看那个分母哦 如果分母我们讲他分母越大的话 那么他整个值呢 就是分数的整个值就越小哦 所以现在这个我们看到 他要圈出比较大了 所以看到这边全部一大丸 我们就看 如果这个 两个之间 他们的号码比较小的话 那个就是最大的哦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比较 这个比较小 所以这整个就是比较大哦 这个比较小 所以这个比较大哦 那么这个比较小 所以这整个值分数的值就越大哦 所以就是这样哦 如果这边是全部二大丸的话 方法也是一样这样看哦 所以就是这样哦 所以我们看这个第四题 ok 第四题就是 如果你还 之前老师有讲过 如果 啊我们讲 0.1呢 就是十个格子里面我们 涂一个哦 涂黑一个哦 所以0.1就是这样哦 那么0.2就是涂黑 两个哦 所以 啊比较大就说他的面积就是比较 啊大一点哦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啊0.1就是十分之一哦 就说十个格子图一个罢了哦 0.2就是十个格子图两个 所以肯定是图两个的比较大一点的面积哦 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这样哦 那么这边就是五跟三比较起来 这个比较大哦 然后这个和这个比较 就是我们讲0.9比较大哦 那不要跟上面这个混淆 小上面这个我们讲他的这个 刚好 这一个 啊分子是一样哦 所以我们才看 这个小的话整个就大哦 你不可以讲这一个 啊这个比较大 然后这个比较大 然后整个比较小 不是哦 我们不是这样看哦 OK 所以就是这样哦 那么这个是 啊二年级数学活动本哦 我们来到这个第92到第93页哦 OK如果可以的话 啊 啊你就在这边subscribe哦 那我可以看起来有关系 还有video在这边 那么在这个video下面有这个链接 你可以按哦 那么你可以加入料理师所开发这个 Degren Robot哦